导管固定贴布的使用步骤 移除贴布前 家属必须先用肥皂洗手带自行更换贴布 准备的衣裁有 棉棒、生理鲜水、水溶性优点、纱布、纸胶、导管固定贴布 首先移除白纱外的纸胶 移除管路上的纸胶时 可以先用拇指固定管路 再撕开纸胶 避免拉扯管路 将纱布取下后 再将导管固定贴布移除 移除的步骤为 先用拇指固定管路 再撕开覆盖在管路上的贴布 先开固定在皮肤上的贴布 左手轻轻地将引流管上提 右手将贴布移除 过程中注意不要拉扯管子 在伤口消毒的部分 先取出大棉棒 用生理食盐水沾湿 采用环状的方式清洁伤口 动作重复直到伤口干净 使用三根棉棒 至少擦拭三次 再使用水溶性优点的棉棒 消毒伤口 等待三十秒至一分钟后 取出新的贴布贴上 新的贴布的洞口 会直接接触伤口 不可以用手触摸 避免造成伤口的感染 先将贴布扳开 右手持贴布 左手轻轻地将引流管抬起 调整贴布让管子置入洞口 左手固定左边的贴布 右手将右半边的胶膜撕开 右手轻扶贴布 先确认洞口管路有无止 折损后再将右半边的贴布 服贴在皮肤上 洞口下有个肤色的凹槽 将管子置入凹槽内 左手固定管子 右手将贴布上的胶膜 轻轻覆盖在管子上 最后将左半边的胶膜移出 再将贴布附贴在皮肤上 用两块干净的沙布覆盖贴布 再使用纸胶将白沙周围固定 保持导管固定贴片的干净干燥 洗澡前的包覆 可以利用导管固定贴布 用外包装的塑胶袋 将塑胶袋撕开之后 将塑胶面覆盖在白沙外侧 再使用纸胶将四周围紧密贴牢 这样可以降低 因为洗澡的时候 洗澡水渗入沙布中 降低橄榄的几率 更换山路活塞外的白沙 首先先移除纸胶 在移除纸胶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只手去固定管路 避免去拉扯管路 移除纸胶后 将纸布取下 先确认山路活塞 所接的管路有无松脱 必须确认将其锁紧 再取出新的白沙重新包覆 并且用纸胶固定 导管固定贴布及山路活塞外的白沙 需要每天更换 建议在每次查找后 更换新的白沙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